就在近日,这刀狼的歌曲《罗沙海时》的风波依旧是爆红在网络上 然而就连歌唱家李双江老师也是对刀狼称赞有价 而在采访中视频来看,李双江对待刀狼也是十分的认可 为此也是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在晒出的视频中,李双江也是非常淡定的诚 刀狼是非常有胆识的,也是非常有战略的 能够把自己的歌曲定位准确合理的利用起来 用多元的意识完成了这流行歌曲的风格 而就是因为这段李双江老师对刀狼的评论在网上传得火热 然而在此之前呢,这网上也是曝光了李双江老师的另一种的说法 而是一直在批判刀狼的歌曲 为此也是导致刀狼的歌曲在各大的平台上被下架了很多 而李双江老师痛批刀狼的新歌是拉基文字 这歌曲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审美、好品味 而对于李双江的痛批 也是有专业的律师这发布了这条新闻 为此也是证实了这新闻的准确性 毕竟在刀狼歌曲隐喻性还是比较强的 并且在该律师的发文中也是表示刀狼回应了此事 刀狼称音乐是主观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的 然而在搜全网 根本就是搜不到的李双江老师批评刀狼的新歌 有的仅仅是夸赞刀狼的视频 对此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其中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对此你们怎能看 对此为止 对此为止